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鱼乐乐翻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我是好给力宝利海的点心面 独家馆播出的鱼乐乐翻天 我是古晓 大家好 我是温牛 在这里提醒大家 我们东南卫视 有一档非常好看的节目 很快要和大家见面了 叫做中国情书 这档节目是把之前非常感人 也非常经典的情书 来进行重新的演绎 这一次加入到中国情书舞台上 就包括大家熟悉的石梁 还有边疆了 他们又会用自己独特的演绎手法 表达出什么样的心声呢 就在大家关注了 东南卫视第四季度打造的 大型文化节目《综合情书》 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录制当中 小编多次探班 为大家送上最及时的第一手资料 而今天小编在中国情书的录制现场 发现了大家熟悉的面孔石梁 以及曾为多部影视作品 男主角配音的边疆 我还没有在舞台上去演绎过 其实读诗也还没有 书信这方面都没有经历过 所以说想来挑战一下 是的 是的 而且也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去 在舞台上塑造一下别人的故事 虽然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表演 虽然表现得可能不算是完美 但边疆那种力求做到最好的精神 还是不禁让小编竖起了打拂指 我是比较笨的人 就属于我要不努力的话 别人可能有天赋的话 人家可能一张嘴就来了 我可能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苦 才能达到别人同样的层次级别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用心了 我并不是说把它看成配音 我是用我自己的心去演绎了这个角色 用心也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捷径 而相较于边疆 石良可以说是舞台上的老手了 而做惯了主持和演员的他 这一次到中国成熟的舞台上演绎信件 不知道会不会有另外一番滋味呢 就是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熟悉嘛就是因为 以前我做档案的时候 是在相比来说是比较类似的环境下 不一样的就是说 我这个身份完全变了 是别人站在那儿把我抓出来说 我以前是把别人拎出来说 现在就是完全身份转换 很有意思 很好玩 嘴上说是很好玩 但只要一站上舞台 石良可是投入了百分之百的感情和状态 信件的演绎也堪称教科书级别的 我想在目前我们可以这样团聚 彼此交迫一些过去的经验和意见 又是何等愉快的事 这封真诚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浓浓爱意的信件 却在演艺完之后被石良说是充满了谎言的信件 吓得小编一哆嗦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看看险星海 他跟他妻子说什么 我现在身体很好使 你打电机身后心情非常愉快 这根本不是什么回事 险星海当时留到他乡 他回不了家 吃了没有钱 他身上有病 听必要交加 原来只是善意的谎言 而这样的谎言更加凸显了可贵的爱情和男人的担当 可以说不仅仅是石良和边疆两人 每一位登上中国情书舞台的独信人 都力求吃透信件的每一个字 了解透信件背后故事的细枝末节 在舞台上用自己最好的状态为大家带来表演 无论是信件内容传递出的正能量 还是读信人的全新投入 中国情书都是一档值得大家期待的好节目 乐芳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提到了这个女演员呢 可以说满满的正能量 因为从出道以来呢 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呢 都是怎么样她努力刻苦地去演戏 另外呢就是满满的爱心 还有她演技如何如何棒 说到的是谁 就是赵丽颖 就是因为赵丽颖这个非常认真敬艳的一面 所以大家也送一个称号 叫做听命三娘 据说呢这一年365天 她有360天都是在一个工作状态当中 但是每次在一个表演或者是公众场合 都是以一个饱满的热情呈现给大家 太厉害了 9月17号是第13个全国科普日 这次科普日的主题是 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愚昧 值得一提的是 忙于赶场拍戏的赵丽颖 竟然还出现在了科普宣传片中 有了这几招 这些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一年365天 对于赵丽颖来说 大概是不够用的 她除了参与科普日活动 还忙于呼吁大家一起运动 微博直播筹款 参加慈善业捐款 谢谢大家来看我的视频 慈善精神 为爱永存 一会儿不见不散 一边关注公益事业 一边自己的事业也在上升期 最近赵丽颖正在拍摄电视剧 《你和我的青城时光》 并且剧组也刚刚从武汉 转至苏州进行拍摄 与此同时赵丽颖和冯绍峰合作的电视剧 《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 在横电开机 这两部戏还在轮轴拍摄的时候 赵丽颖的电影《密战》 也将在11月8号上映了 紧锣密鼓的宣传和拍摄的任务 可以说是非常辛苦了 看这里 你没事 好吃吗 漂亮 不仅是工作的密度大 完成工作质量 还得高 为了给观众塑造出好角色 每一部戏赵丽颖都是认真对待 没有一丝懈怠 在拍摄《楚桥钻石》 她为符合剧中角色定位 瘦身八斤 在40度的高温下 完成威亚动作 不含苦 不含泪 拍打戏辛苦之余 受伤也是难以避免的 面对受伤这件事赵丽颖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 出桥镇之后 赵丽颖没有停下脚步稍事休息 而是不断地拍摄新戏 成为2017年的出镜率最高的演员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一年365天 我大概在剧组度过300天以上的时间 因为我正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所以我不会觉得累 不觉得辛苦 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想实现自我价值 我想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 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 留下属于我的印记 但演员为了塑造出好的角色 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时间 还有自己的健康 铁打的身体也经不起过度的消耗 因为长时间的连轴转 赵丽的身体也出现了一点状况 刚开始拍戏的时候 你可能不太注意啊 每天站着啊 或者跑跑跳跳啊 泡冷水啊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长期下来 到这个时候可能多少会有一些 要学 我们不难发现 赵领的工作强度是很大的 选择将工作排得这么密集 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因为演员的黄金创作期 毕竟是有限的 可能过了一个特定的年龄 一些喜欢的角色 就不能演了 所以我现在 我要趁着拥有满满激情的时候 更多的去创造角色 我想把表演的激情像蜡烛一样燃烧 尽情的燃烧释放 即便是身体受到的损害 但是为了发挥公众人物的榜样作用 赵领还是用演员身份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人总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总要试着去突破 我觉得这样活着才有意义 虽然我只是一个演员 但是我希望 我能通过演员的努力 用角色表达一些新的观点 为大家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 小天兵 小身体也有大能量 乐半天综合报道 赵丽颖在挑战不同的角色 其实每个演员都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李晨 除了挑战各种角色之外 这次挑战起了导演 而且这次拍了一个军事题材的电影 可以说圆了她的军人梦 不过说到军事题材的电影的发掘 这类型的电影是普遍受到大家一个关注的 虽然之前出现的《战狼2》 就获得一个不错的口碑和票房 李晨的《空天烈》 同样也是一部军事题材的电影 而且还有很多的老戏骨的加盟 所以希望这部电影 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 获得一个不错的票房成绩了 继前天电影《空天烈》 在青岛卖力宣传之后 昨天电影主创们 又空降北京出席电影的应后见面会 主演兼导演的李晨一出场 就迫不及待地向大家询问 看完影片之后的感受 在获得全场众多肯定的答复之后 李晨就表示创作这部电影 就是为了弥补自己 未曾当兵的遗憾 其实我觉得每个男孩心里 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梦想 我觉得驾驶的战机遥想九天之上 那么对于我来讲 能实现一个梦想的机会 只有拍电影 而且我也很幸运地 在这个项目当中 能够担任演员导演 然后呢并且参与到 剧本的创作过程中 不仅首次指导电影 还顺带圆了自己的军人梦 这部活动当天 面对主演们手上不同的战机模型 身为军迷的里程 可是如数价珍 而对于影片中 每个角色的人物原型 他也是了如指掌 影片过程当中 我们的故事是 源于冬军 生于空军 长于空军 所有的东西都是 从他们的感受当中来的 每一个人物都 大家其实都能 我都知道他们的原型人物 甚至是谁 然后甚至是几个人 合成了一个人物 所以这些东西 我相信我觉得 应该通过一部影视作品 让大家知道 在这么好的一个历史时期 我们有这么新式的战机 不断地试人 把这股中国的力量 通过一个影视作品 当中就传递出去 这回知道电影 里程凡事亲力亲为 就连预算分配 也是严格把关 为了给观众 呈现最好的视觉效果 里程导演这回 把大部分预算 都花在了电影特效上 以至于 没有多余的预算 邀请女演员 自家人的范冰冰 林天愁出演 也是让里程非常的感动 从来没有扮演过 这样的一个直升机 飞行员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而且我觉得 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其实小的时候 也有享受军人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因为我的家屏也是军人家 但毕业都是军人 我自己觉得很兴奋 也很骄傲 我还能演一个 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角色 也是我从经历以来 从来没有演过的角色 也觉得很过瘾 在随后的红毯环节 暑期档最热的影片 《战狼2》的导演吴京 也是意外现身 同样是一部军事题材的空天烈 马上就要上映了 作为过来人的吴京表示 里程背后的压力 只有他最懂 对于军事类型的那种电影 真的拍摄了起来 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也特别特别理解 陈儿拍摄那个戏的时候 那种各种的心情 无论是从创作 还是合作 还是从剧本 还是从各种武器的协调 安全问题 一大堆的东西要扛 也希望我们的这种国产的 军事卫星子弹电影 越拍越多 越来越新的军天论 军天论也能够取得 非常非常好的扛作 乐凡天综合报道 军小彤20岁 责任新爆棚 希望用作品获得认可 被大家认可的 不只是颜值 同样还有演技 也走开下节更加 娱乐凡天 网友欢回大好 是小给力 不厉害的点心面 读在广播出的娱乐凡天 大家好 我是顾翔 大家好 我是温宇 接下来剪个演员呢 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呢 演戏无数 他是谁 关小彤 其实提到关小彤呢 演了很多戏 演技也很好 所以呢 他演的角色呢 深入人心 一提到他会想到什么 哎呦 别人家的女儿啊 什么林家的妹妹啊 虽然人家都说 关小彤是老戏骨了 但是呢 小彤完全就是 不满足于现状了 不断地在挑战自己 充实自己 你看一边呢 是在大学来进行 一个专业的学习 另外的一边呢 又在不停地 挑战一些新的角色 目的呢 就是为了给大家奉献 更多的好作品 昨天关小彤 新深深海 参与校园艺麦活动 前几天 刚刚过完 20岁生日的关小彤 也算是迈进人生 另外一个新阶段了 不知道对于关小彤来说 想法上 有什么样改变呢 20跟18又不太一样 就感觉20就真的好像 就是要学会 就是要担当责任呀 从童星出道至今 关小彤一直踏实地 走在演员这条路上 虽然现在由他出演的 多部作品 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但关小彤并没有因为 小小的成绩而骄傲 仍然在努力 希望给观众 带来更多好角色 只是说想好好拍戏 然后好好通过作品 然后就希望被大家认可的 不只是颜值 同样还有演技 然后所以才希望说付出努力 可能一不小心 你的努力努力到最后 你突然间信任了一下 这时候不应该就是浮躁 可能要更努力 还意识到我自己有很多不足 还是在往前进 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过程中 9月20号是第29个全国爱牙日 演员韩东军也应邀来到武汉 参加代言产品 健爽白牙膏的品牌活动 韩东军一现身 现场反应热烈 此次韩东军武汉之行 是为了和健爽白一起喂 清新暴击品牌大片节目 作为纳艾斯旗下高端牙膏系列 健爽白的代言人 韩东军这次在广告片中 也是以健爽白 清新能量执行官的身份亮相 既然作为健爽白牙膏的代言人 这牙口必须是杠杠的 这步韩东军就在现场和观众 一起比拼牙口 吃起武汉道地小吃 真的是好有口福 一直以来韩东军都在努力提升演技 在其他演员都放眼于 电视剧电影圈的时候 他则是通过出演 山楂树之恋的话剧 让演技得到沉淀 堪称一股快速崛起的清新力量 而这种清新力量 也正是健爽白 希望传递给消费者的正能量 可能大家会说 东军你现在有红啊有火 我说没有吧 我说只是我一直在演戏 一直在拍戏 我觉得我没有变 我还是那样 就我还是原来的我 想要一步一个脚印 然后走好每一步 乐凡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海苔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只要答的问题呢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正确答案呢 就是范冰冰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获得玻璃海苔提供的大礼包的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我手上乐翻天为你们定制的充电宝 好我们再看今天的娱乐显微镜的问题 问题就是呢 拿着这个飞机模型的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呢 赶快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回答正确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玻璃海苔送出礼包 以及东南卫视乐翻天定制的充电宝了 是的 希望大家来索取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下周我们再见咯 这么一块